太离谱了 家人们 你说一个英雄联盟的职业选手 怎么天天玩起原神崩坏三来着 兄弟们 还记得原神哥Berry吗 就是那个英雄联盟职业选手 却沉迷原神崩三不可自拔 最近还玩起了铁道 真成米哈游的铁杆粉丝了 作为米哈游全家统玩家的原神哥 去年夺得了英雄联盟的S赛冠军 很多不玩弄弄的宝子可能不知道 这可是英雄联盟职业选手的最高荣誉 而且作为冠军选手 官方还会根据选手的要求 定制一款冠军皮肤 当官方问原神哥要什么皮肤的时候 作为辅助选手的原神哥 直接选择了艾西 不会别的 因为他要给爱丽西亚完整的一生 说正经的 原神哥擅长的辅助角色有很多 我为什么会选择艾西呢 因为爱丽西亚也是和艾西一样 使用弓箭作为武器 原神哥之前就有用自己喜欢的游戏角色 做皮肤的先例 比如他之前的冠军皮肤 就是用的公主链接里的咲链 选择的曙光女神 就是这个还原度有点一言难尽 那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偏偏选择艾西亚呢 这和原神哥前段时间的职业经历有关 每个选手都有状态低谷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原神哥状态不佳 从原本夺冠的大乌龟 辗转来到了现在的第二X 这个时候刚好是崩坏3的乐图篇章 可以说艾丽陪伴原神哥 度过了他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 甚至在他持播的时候 也非常开心的给大家展示他抽到的艾丽西亚 所以说原神哥选择艾丽作为冠军皮肤的设计原型 一点也不奇怪 现在第二X的冠军皮肤也公布了 原神哥在推特上面也非常开心的回复了 兄弟们 让我们一起加入艾门吧